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透过视讯连线 跟前机关局的局长张宏仁张老师连线 张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先请教你 怎么观察台湾疫情的发展 那死亡率事实上能处在相对偏高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效率 虽然已经比一个多月前大幅提升 但是这个效率还不够好 那这个我们通常在讲死亡 它有一个避延的效应 就是这个死亡反映出来 我们过去差不多一个月前左右这段时间 或者是两个礼拜前这个时间 我们做得不好 所以当然如果 如果这个比较乐观来看 就是希望我们现在做好之后 这个死亡率可以下降 这个当然是乐观的看法 但是比较让我担心的是 还是很多例子 就是在家里 还没有被找到就死亡 那这个是令人担心的例子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 说这种完全在我们网子 还没撒到的地方 那它第一次出现是死亡 这个就是整个防疫最大的漏洞 表示我们筛得不够 筛得不够积极 那前一阵子是筛车嘛 那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通报筛车的问题 所以它需要筛的要更多力道要更强 而且一定需要民间帮忙 不能够只靠医疗院所 鼓励企业筛 民间自己想筛也筛 中部长说在家使用的这种产品 这个美国有很好的产品 赶快进来 民众自己想筛就自己筛 那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筛的网够大 才会追得上病毒的速度 这支病毒太厉害了 所以实在是很难筛 好那除了这支病毒很厉害之外 另外一个跟时间赛跑的工具是疫苗 今天事实上高端二期解盲 那当然今天食物药署 这个一早也公布了EUA相关的文件 跟条件 老师怎么观察 食药署 他今天才公布是我比较 我比较不了解的 但是好消息是 他公布出来 那个标准的确是符合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全世界在讨论的 这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 我把它叫做未来的三期 那因为我上次已经有警示过 就是差不多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 除了那十几二十只还在做三期临床的 第一代疫苗 以及已经核准的这一些第一代疫苗之外 未来的第二代 他已经不可能做传统的三期 他必须做免疫桥接 那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因为你现在大家打了那么多疫苗之后 你也找不到那么多病人 让你来做传统的三期 这个是不可行 那医学伦理上面 道德上面也是不行的 好那简单这么讲 所以食药署这次公布的这个标准 就是依照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他去 他当时 所以我说他为什么今天才讲 他订的很好 他去年就已经订说 这个二期必须是扩大的 所以他不是标准的传统的二期 他样本数要够 第二个他要找一家公司PK 那PK做什么呢 就是做免疫桥接 那因为他前几个月 他在选PK的时候 台湾只有一支疫苗可以PK 就是AZ 选AZ其实也很好 你当然去选一个差不多中等的 来跟他比说我没有比他差 要不然你去选一个最高标的 那万一你没达标 不是有点运气不好 你知道我的意思 很多现在大概最好的 这个都是mRNA的疫苗 所以他挑了AZ 这个也是刚刚好 所以我们就静待解盲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食药署定的标准 定的非常好 这个我倒是非常觉得他们这方面的远见 那表示他背后的专家实力是够强的 好那张老师另外一个部分 刚刚提及的是国产疫苗的EUA 今天的最新的公告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疫苗 确实在台湾内部有一个声音 特别有国际旅游或者国际经贸商务需求的人 他们对于国际疫苗的疫苗护照的迫切认证的压力更大 那这个部分 老师怎么观察 国际疫苗上事实上我们确实也处在一个相对数量 并没有那么乐观的现状 通常要解决这种方法 基本上是靠市场 因为你如果是政府统一 他当然有排序的问题 那你排序通常前面几类是绝对的排序 就是你不能够跳队 你不能够从后面把它跳到前面来 这个不行 前面几类 但是到了比较后面 因为有意愿的人 这个想不想接种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尤其在欧美 所以很多国家他只要疫苗够 他就会说打到这边之后 我就全面开放 你来就打 就是不分 那我们现在当然疫苗缺 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 你可以全面开放的时候 所以他当然就衍生了 这些商务旅客怎么办 那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 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以我们国产疫苗出来的速度 希望到那个时候 我们手上有的国际疫苗 已经可以打到 可以全民不排队 想打就打 这个是希望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也没有好的解决的方案 因为现在也没有现货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郭台铭先生这么努力 他还是买不到 那其实很多人在努力也都买不到了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说我那么多朋友 每个人拜托我的自己去找的 唯一有看到的就是佛光山 这一条线还在进行 其他也都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难局 这个是一个难局 那佛光山这条线 你的判断有成功的几率吗 佛光山这条线一定会成 只是不知道后什么时候到 好 我们所有人有订单 跟我们当中部长买到的AZ一样 好 等一下张老师 所以佛光山事实上有向交生下订单 只是还没拿到货 应该讲说他手上本来就有订单 但是他现在要把这一批货给台湾 那交生什么时候可以给 我们都不会知道 OK 好 理解 所以这个疫苗的处境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那张老师你怎么观察 那台湾这一波疫情的发展 很有可能类似日本韩国的模式 这样子起起伏伏吗 那我们现在当然是这个情况 大家都会很紧张 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力实在太强 不是我们去年打的那个敌人 所以我们用去年那一套当然就守不住 那其实很多地方也守不住 像广东 广州也发生 那以大陆这么严格 所以守不住这件事情 在疫苗还没有进来 打到一定的比例之前 这个是很难守的 就是三级要降到二级 这个一定要靠疫苗 所以这个疫情不管我们多努力 这一段日子还是要撑一下 撑到有比较多的疫苗进来 那打到比较多的人口之后 他要结合疫苗戴口罩 社交距离前洗手 结合在一起才有办法打得住 好 非常谢谢张宏人张老师 透过视讯跟我们连线 我们稍后回来